我們現在要介紹要叫做EDC的小燈 給我用了很久了 然後小小太太呢 我就買一個給她 因為要比較嘛 我幫各位做好功課了 規格在這邊 這兩個燈都是滿大的牌子 一個是NECO 一個是LED laser 兩個都非常小 長度大概都是公分多左右 其實很小 價格68899 大概差了20%價格 我覺得其實價格差不多 這兩個官方鞋的重量我測不太準 但我後來測把是都把她的鑰匙拆掉 拆掉量呢 KA4是17克 這個是13克 兩個尺寸都是內建電離電池 其實到這麼小的燈都不太可能用普通電池 有也是用鈕扣電池 那個能量重量比就很低 其實不能推薦 那其實內建離電池的燈 我就不建議買太小品牌了 因為其實離電池好壞差距很大 你會不希望說這電池又很快就壞 充電方式呢 NECO這個呢 GA miniUSB 雷神這個呢 很特別的一個 內建USB-A 就是你不用找到線 只要找到USB孔 長長就可以了 然後它開關其實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直接按也可以 但是蓋起來它也可以 所以這兩個 第一個分別就是開關 這個開關很大 這個開關在這裡 很小一個 其實這個開關太硬了一點 這個開關就好很多 防水的話是NECO比較強 IP66 就是可以水柱沖啦 LED Laser這個呢 它是IP2 這個小雨滴下去沒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充電轉軸頭的問題 導致它的防水效能會比較差 亮度跟時間啊 其實這兩個呢 你如果用這個80流明 1小時跟這個60流明 1小時亮度比的話 電量比較多的這個K4啊 照明的時間比較久 就是同樣是1小時 但是它可以照80流明 最大照明度呢 NECO這個比較亮 照明的模式呢 也是NECO比較多 這個按鈕呢 它其實有點硬 你需要花點力量才能夠按 如果想要做比較硬的 就是因為它需要有一點 保護的效果 快按兩下 1流明的亮度 很弱很弱 但其實這個算是優點 很多燈的最弱的檔都太亮了 像我常常有時候去野營 就會開一個最小的燈掛著 就是一個小夜燈啊 你突然搬起來 可以看到東西 再按一下 第二檔 15流明 第三檔 60流明 這是最常用的流明 第四檔 300流明 這個大概可以用30分鐘 好 然後再按一下 它恢復到一流明 長按之後呢 它也關 然後如果要用 上面這兩個小燈呢 按三下 好 現在有一個很微弱的燈 有沒有看到 這是UV燈 如果要照什麼 夜光的東西啊 就可以照這個UV燈 然後再按一下 切換到這個 泛光模式 就是可以 比較暖白光 然後照度呢 比較廣一點 不亮但是很廣 二色流明 然後再按一下 泛光閃爍 長按 把它關掉 快速全亮模式就是 按著 一直按著 它就關 但其實這個開關喔 有點硬啊 就是你在按著幾秒 好 兩三秒可以 女生可能甚至力量不夠 這個設計我比較不喜歡 就是你突然要很快速亮的時候 它應該來一個什麼 連續按三下四下之類的 好處就是模式多 確定就是它沒有一個鎖定按鍵 我就有一次放包包裡面 要用的時候它就電耗光了 它可能不小心被我壓到了 應該假設 例如說四下五下才是長按十秒 它有一個鎖定機子 其實應該會比較好 K4啊 LED laser這一個 好這是第一段 20流明 80流明 好停了 然後有一個 126明的是這樣子 按兩下 最亮的 好 那這120流明會有個 10秒鐘它會自動關閉 但這個不像是溫度保護 因為溫度完全沒上升 它是怕你電耗太快的一個保護 再來是其實這個80跟120 講真的差距沒有很大 但是使用時間會差 可能會差一倍 但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保護模式 好我現在按著 一直按著 按到閃爍 好這時候呢就保護模式 你按一下 它就會閃一下 就就會閃一下 你再長按才可以 解除保護模式 然後兩個光型嘛 來我來看一下 第二段對第二段 其實兩個都還算是 蠻擴散的 一公尺左右 就可以把這個桌面給涵蓋住 兩邊最亮的情況 雖然規格上 數字上有差 但其實視野上 其實差距沒有很大 像同樣高度之下 Niko這個稍微亮一點 因為它桌面比較集中 然後呢 Elizzer這個比較泛光一點 比較平均一點 這兩個其實都不錯 都可以買 我自己包包裡面也隨時都會放一個 這比用手機造明 強太多太多了 我就把它跟我的鑰匙串在一起 這個重量很輕啦 十幾顆 相信是沒有任何負擔啦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極難包裡面 因為這算很小 哪怕是醫藥包裡面都可以放 一定要想辦法 把它跟什麼東西掛在一塊 它太小了 你如果只這樣收著 常常會你忘記丟到你之後就 很容易就找不到 一定要把它給掛起來 勾起來 自放到沒電 我覺得還好耶 離電的自放電 大概會一兩年才會放光 半年會放掉一些 補教不需要考慮自放電 勿促才需要考慮的 這麼小 但是可以做到絕對是夠亮亮 其實一百多流民 或兩百流民什麼概念 大概就是 你身手可及 大概其實五六十流民就夠了 一百多流民 大家就可以照亮一個房間 房間可以很清楚的範圍 就是大概兩三公子範圍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觀看 OK 晚安 掰掰 掰掰